往事柳妆在你眼眸 一遍遗忘一遍拼藏 如果牵着何时双手 为愿你能得到拯救 直到看见即便像林俊杰这等乐坛大咖举行演唱会 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的邀请周深 作为助场嘉宾我才意识到 如今的周深与当今华语乐圈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从曾经即使站在舞台最中心 也会被忽略的小透明 到如今能左右一个音宗 甚至一个音乐节走向的关键先生 深深无疑已经成为了收视率最强力的保证 更过分的是 周深受邀作为嘉宾的演唱会门票 也会一卡而空 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 周深作为演唱会助唱嘉宾 创造的那些神仙舞台 首先是林俊杰北京鸟巢演唱会 周深的到来让气氛本已高潮的现场 迎来了又一个顶点 估计JJ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的小迷地竟然也是如此恐怖的存在 林俊杰周深直冲天灵盖祖 哇这个描述真的 我觉得还蛮酷的 让我欢迎 我这心的光很强 除了别光 我这旁的人 初中不还 在那些梦谈从远方 在了上头的还是大鱼尾巴时 两人的极限高音拉长 我的感慨就是 JJ唱得太好了 因为在儿凡里面听歌手唱歌 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 仿佛是在录音棚一样 然后会感受到 JJ老师就唱得越久 唱得越好 所以就会不停地 希望自己像成为JJ老师这样的歌手 这位国家对新进歌手 在国家一级音乐大师 淑南群星云锦的音乐会上 周深也能稳绝些位 这无疑是前辈给予周深最大的肯定 像品贯这样 华语乐坛的长青树 也能心甘情愿地认同周深 以精炼为乐器一般的嗓音 然后邀请周深作为自己演唱会的嘉宾 我非常非常希望能够阻解终身的嗓音 我非常希望能够阻解终身的嗓音 我非常希望能够阻解终身的嗓音 仅仅仅在音宗上的一次邂选后 让王心灵就再不能忘记周深这个嗓音 逆天存在的歌手 然后也如约在自己的巡演上 把周深带了过来 我慢慢地听却落下了声音 你的眼睛奔向他不回音 你都能把梦记 你却不是很完结 只是闷入窗外 还不及 我慢慢地听却落下了声音 如今的周深自己的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正常上演 作为内地最年轻的体育场巡演歌手 今年自联合国活动归来后 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全国巡演 目前上海、深圳、成都站圆满落幕 另外还有贵阳、武汉、南京、杭州、沈阳、北京等六地带解锁 周深每次演唱会开票均秒授庆 不论天气好坏、场场爆满、坐无虚席 奥运音响加持天类之音 让每个位置的观众都能体验到最佳听感 周深演唱会可谓行业内天花板 可以说年轻一代明星里 也只有周深做到了老少皆知老少通吃 周深不愧被央视誉为青年歌唱家的顶流歌手时代之声 我觉得我真的不错 我真的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很不错 你也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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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大家不是说我有鸵背的一个坏习惯吗 我觉得我有在慢慢在尝试改变它 在演唱会上竟然不鸵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如果鸵背 皇冠会掉 这是我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我真的不会跳 老实说很简单的动作 我说简单啊 就是那种你有看过网上那个人家打beatbox 你就 然后我们应该就 晚上就是很多就是我的脑子学会了 但是我的手还没学会 我就是这样的 让我印象深感动的太多了 就是我发生一些事情 也许我妈妈可能就是 哎呀儿子啊听说你怎么怎么了 然后就我的生意们 我就这么 就是你会感觉 怎么可能感变我的家人 对我还感情浓郁一点 所以他们对我的感动 一直都存在 我觉得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事情 我就是个唱歌的 我并没有那么光环 什么怎么样 我也就是一个很不忠论的人 只是恰巧非常感谢 你们喜欢听我唱歌 叫卡布的时候 那个时候留言的人没有那么多 可能就只有一百个 就那个时候我觉得 哎 他家留言还挺有意思的 反正大概你跟我留 那我也给你留 我希望他们知道 就是他们是有回应的 但是现在就相对的时候 留言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就想是就回五十个吧 这样也会让他们 知道就是 虽然我不能每个都回得到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我真的会 在尽力给你们回应 那我的生意们就是 也不要担心 这对我来说不是负担 因为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 还不错的沟通方式 我是一个特别不介意 别人怎么怎么喜欢我 我觉得OK 是我的荣幸 这是我真心话 我觉得有人听我唱歌 就是我作为歌手 最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 别人因为听我唱歌 而得到了一些困扰 尤其是不要 你不要在我的评论下 或者在哪下面 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因为这样会让我爱我的人 不开心 你可以以你喜欢你舒适的 方式去喜欢听我唱歌 但是你不要打扰到 其他别人爱我的方式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就不要这样做 笑得温热 多么动人心动